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喂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台南的 我大概是八年後 我八三年的 然後就是前面講啊 就是台灣人就是那個國族認同啊 還有就是後來為什麼 對於這個土地或者是 或者是族群的一個認同會 就是改變怎麼打 其實就是從那個眼裡正南 他開始弄那個教育改革開始 因為我剛好是舊的教材的最後一屆 還是倒數第二屆 反正就是從我之後開始 他就是開始改成就是以什麼 以台灣為主題 是那個日本人嗎 就李登輝啊 就李登輝啊 就他開始弄的教改啊 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教出來的 就是小朋友 就是到現在差不多就是成年嘛 那其實讓我感受就是最震驚的 就是在蔡英文上台 就是蔡英文這一次第一任上台之後的發展 然後就是包含他用什麼網軍啊 反正就是弄那些東西去煽動年輕人啊 讓我真的深深的感覺到那個教改的恐怖啊 那個時候其實當年那時候我們開始準備要改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沒什麼感覺 然後那個時候大部分就是大概啦 就是認同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這個比例是比較多的 然後應該是佔多數 然後因為這個教育改了之後呢 他就是慢慢把小朋友洗腦 把他洗成變成就是慢慢要與中國做切割 然後就是什麼東西啊 開開開開頭都是都是從台灣開始先講 然後他們就是從小潛移默化 然後就就連我看我自己 現在我我家小朋友的那個課本 因為他今天剛上小學嘛 我看他就是很多地方都是自覺就是有那種潛移默化 就是他台灣怎麼樣台灣怎麼樣 然後開口也都是這樣台灣怎麼樣 就是他們先天就是就是出生有意識之後 就是認為認為就是啊就是台灣台灣這個土地 就是我就是這個土地的 他就是他他已經沒有跟跟中國有有有所連結了 那這個其實就是讓我還蠻擔憂的 然後就是包含啊就因為我現在大概30塊是快接近40了嘛 那其實我自己身邊的同事大概是如果是還是我們這個年紀的話大概還是一半一半 那但是呢比我們小的 因為因為我我有混一些就是同好圈或者是動漫的那些20多歲的那些小朋友 就是那個感受非常非常的深很恐怖啊 就是反正啊第一個就是認為中國都是壞的 就是認為中國大陸都是壞的 第二個他沒有對跟就底的精神 我覺得這可能也跟教育有關 第三個就是每天就是吸收那些大內宣的東西不會去思考啊 那有的時候像比如說就可能我們如果說有一些追跟就底精神 可能說我接受到一個這個資訊 可能我會去求證就多查一些資料 或是多看一些不同方面的資訊 那他們不是他們是看了之後就是先哈哈哈哈 就是比如說有一些什麼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像如果說是輪子就是那個大紀元或是那個那個信唐做那種假新聞 他們看到第一個反應就是哈哈哈哈 然後或者是嘲笑 你如果有提出跟他們就是說 哎我拿了一個事實我查過資料了 我拿一個事實給他們放在他們眼前看 他們就會腦袖成會罵你 會會會會會 比如說叫你滾回中國還是幹嘛 就是說啊你不要再拿那些什麼什麼中國的文宣來啊 怎麼樣怎麼樣的 有些想說嗯你們都沒有去求證或者是去做交叉 對那你又怎麼能夠確認你看到的這個是真的 而且他不管他就是心裡爽就好 其實我覺得這個這個那種 從小的潛移默化的洗腦是很恐怖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我們家啦 我們家是從是49年跟蔣介石來的 所以從小可能我跟我們家長輩啊 就是聊他們以前的事情 其實我蠻喜歡聽老人家講這些東西啦 就是聽他們講一些事情幹嘛幹嘛幹嘛的 其實嗯 當然我在我心裡不管教育怎麼樣 我在我自己心中我 我當然是會建立一個這個我自己的一個認同嘛 對不對那其實大多數的台灣人 其實在歷史的教育上面是非常的非常的缺乏 因為他們尤其他們非常缺乏就是像近代史或者是 或者是一些國際關係這種這種教育 他們本身也可能也沒有興趣去看 那但是呢等到要選舉的時候呢 他們就很容易受政客煽動 那個政客跟他們講什麼東西他們都行 像像常常比如說比如說 我們比如說講到說台灣跟大陸的關係是怎麼樣 就是可能大家也會常問說 你認為台灣跟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怎麼樣 其實你從線性歷史的角度來看 它是有一個先後的原因嘛 當然我是因為對這個比較有興趣 我本身我本科是學生物的啦 我是理科生我不是溫死者 那但是呢我是對於就是我自己從哪邊來 那我們的家族從哪邊來 那我們這塊土地上的人從哪邊來 我對這是有興趣 所以慢慢會去讀這些東西才發現 我們這個部分的交易真的是太缺乏了 兩岸基本上現在就是還是屬於一個 內戰沒有結束的狀態嘛 那中華民國跟中華民共和國 其實只是所謂一個國家裡面 兩個政府的一個鬥爭嘛 那中華民國政府輸了 躲到台灣去 那正統這個正統在聯合國裡面被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去取代了 中國的正統代表就是 中華民共和國 那其實很多心裡面還是就是懷念 或者是覺得覺得就是認同中華民國的 這些朋友們他們他們心中 其實我覺得是要補足這一塊 因為歷史的發展不會因為你不願意 他就不會往前 你如果只是只是硬咬著這個過往的東西 你只是會被衝到歷史的洪流裡面去 那現在既然中華正統是已經被中華民共和國拿走了 那原則上來說你如果是支持 支持中華民族或者是支持我們這個民族要復興的 理論上你是認同中國的啊 那你我覺得你就不應該再去執著他的一個外表的形象 去執著他的這個民想 因為我們大家我們這個民族是生活在這個地球上面 我們是要跟周圍其他旁邊很多彩狼虎豹要去競爭的 那既然前提是我們我們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那我們就必須得要團結在一起 不要去執著那個民想 因為有的人他其實是從小受到的那個反共教育太深入了 他根本不知道現在的現在中國共產黨 跟以前的共產黨不一樣 跟那個蘇聯的共產黨不一樣 跟北朝鮮的共產黨也不一樣 其實我很好奇 其實他們就是現在學生或年輕人他們概念裡共產黨 或者是中國大陸的官方這些政府人員 在他們的印象中到底是什麼樣子 他們是憑著被灌輸的被灌輸就是被媒體灌輸的 就是媒體丟給他們什麼東西他們就吸收 那他們吸收到大部分都是壞的 他們就認為中國黨就是壞的一切就是 然後再加上可能可能我在想 是不是因為島民他的其實眼光其實就不夠不夠廣 他們看的東西太少 他們他們很多東西就很容易以偏概全 就是你一個小地方 他就是他就是給你放大到 就認為你全部就是這樣子 我這樣描述一下就簡單的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就是在 比如說沒有來過中國大陸 或者在這方面信息收集比較少的一些台灣年輕人 因為他們在學校受到的教育 導致於他們會覺得中國大陸 除了北上廣幾個城市以外 剩下的地區就有可能像是北朝鮮的執政黨一樣 只是沒有那邊那麼嚴重 大家還可以出來但是有墻 唯一的區別就是人是可以出來旅遊的 但是其他方面跟北朝鮮的差異並不是特別的大 我不知道我這個描述正不正確 其實他們因為眼光太短淺 所以他們常常看到一些小的東西 就會把它放大到全部去 可是他們忽略就是說你說 你說台灣台灣台灣比如台北 台北可能很現代化 但是我覺得那個大概是80年代的那種樣子 他就固定在那邊然後其他地方的城 就是台灣其他地方的城市也有偏鄉啊 也有那種鄉下的也有沒有撲柏流路的地方 也有還有的地方那個路還是 山上的路還是用還是土 什麼都沒有鋪 他們忽略的一點就是說 你一個發展一定是會有先進的地方 跟就是比較偏遠的地方 就是因為那是跟人口聚集有相關嘛 那可是他們都會認為是說 大陸應該是七八成就是那樣 然後那個北上廣深可能就是一個 還是發展的一個樣板嘛 他們並不覺得 就是他們不懂基建的提升 能夠就是慢慢的把整體 國家的整體給拉起來 那你人少的地方自然就是會是鄉下的樣子 你人多的地方當然就是會是很現代化的 不好意思 我剛剛這邊有人在講話 我繼續講 好的 沒關係沒關係 你慢慢說 他們可能就是就是認為 北上廣深就是一個樣板 他們沒有去深切的去認識 那邊的人 認識對岸的人 或者是有一些人他可能自己 自己在成長過程裡面已經是受到這種 這種台蛙綠皮呆蛙式的教育 已經成長了 就是已經變成一隻蛙了 然後這隻蛙呢 可能他還會去出國留學 他們也可能有到你們那邊去工作 可是他的心裡面已經 從小就已經把他們建構好了一個牆 他們是躲在那個牆裡面 而不願意去放開心去看眼前的東西 去理解眼前的東西 甚至這個眼前的東西 這個土地天空是非常廣的 他們不覺得這個很寬廣的天空 是他們必須要去認識的 他們甚至不屑於去認識 這個其實我覺得剛剛有一個網友說 就是台灣現在年輕人 就是只追尋眼前的小確信 就是只有眼前的苟且 他們完全不會就是沒有 我覺得沒有一種中心思想吧 我覺得這個是還蠻嚴重的 然後其實我個人是非常支持 就是不要再拖了 反正就是趕快去接 因為你拖得越久 台灣現在這種教育越來越糟 以後我的小孩子也會是那些蛙裡面的其中一個 如果我沒有去做任何的干涉 或者是為他去準備一些教育教材的話 基本上他可能就會 以後也會是蛙了 我覺得 所以對兩岸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再拖了 趕快 當然我知道你那邊上面一定會有一個安排 但是我們在台灣其實很多人是很看得清楚這個現況 而且很明白現在政府在搞什麼鬼 他們在弄的那些東西 只是礙於他們 他們現在就是掌握了媒體嘛 就媒體九成都被他們收遍嘛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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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那個教材上面 也給他弄的 弄的這樣子 就是搞這種什麼態度 然後 然後 再煽動那些水軍 你們那邊叫水軍嘛 就是水軍 來去打我們 這就是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成為一個自干舞 你知道嗎 我沒辦法去 就覺得說 這個不行一定 台南自干舞 就是一定要有一些作為 至少從身邊的人去至少能夠 稍微作為一個就是抵消的一個力量 而且台灣我相信很多人 也是有同樣的感想 只是他們可能 礙於 第一個要賺錢 或者是生活不易 但是他的心裡面 我相信很多人 他的心裡面是想法是跟我接近的 只是 可能沒有像我比較激進 會想要去把這個東西去擴張出來 對啊 當然如果各位 各位如果覺得很願意為這個 土地去做一些事情 其實有很多方式 像有的可能就是說 你看很多的鍵盤俠 你也可以做一個鍵盤俠 如果你有空你有時間的話 你就用各種方式去做 被人家這樣講什麼 反正就做這些東西 他們厚臉皮你也厚臉皮 不然我完全一點作為都沒有 其實夜深人靜的時候 難道不會覺得有一種感慨嗎 覺得說 對啊 希望能夠為這塊土地在做一些事情 對不對 那我相信 其實 最近我看很多幾個愛國直播主 其實都慢慢都有 都有 就是比較活躍在油管上面 那有越來越多台灣朋友參加的話 其實 其實我覺得也都讓兩岸 就是支持同一的朋友 能夠就是把這個力量匯聚在一起 對 真的其實對大家都好 是啊 我是極左五毛 我是深圳治干五 我看一下很多治干五 其實我也可以寫一個心路歷程 就是我如何成為一名治干五 那我覺得也很好呀 只是我現在這種 他已經到會開始有煽動 因為他們現在占多數 會煽動他們來對比較弱勢的我們 會會開始比較 就是有點就是搞這種 你看日本人叫什麼 叫春八糞 就是要把這些人趕出去 那就是現在先打壓你 要不然先斗湊 剛剛是有人講到就是 台灣人不敢生小孩 下一代的問題 其實 其實 以兩岸統一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覺得這個未嘗不是一件壞事 因為第一個他 蔡恩府把現在就是台灣這種 就是弄得這麼高 那不是高 弄得這麼糟 然後經濟其實就是表面灌水 你說GDP你要怎麼樣去灌水 或者是他集中在某一些 要高科技的產業 那些其實不是多數人能夠收益的 在這個普遍大家賺錢都辛苦 或者是收入不高的狀態下面 其實很多年輕人 也不願意生小孩 不敢生 因為他們 第一個賺的薪水 就要去養他第一個房子是什麼 就是不是第一個房子 第一個孩子 就是住 我這個住的這個 這個租房的這個問題 他養孩子的錢 全部就丟到這個上面去 那除非他們家裡是 比如說有一些 留下來有一些主產的 或者是就這種 這種有土地的 經濟比較好的 他們這些人才敢生 但是其實台灣的出生率已經是下滑的很嚴重了 那其實因為我自己本身是算是做銷售 那我的客戶群其實有一部分是在學校裡面 那其實那學校裡面 你會很明顯的發現這幾年 那個大學生研究生的人數減少的非常多 那其實當年就是他們 政府沒有考量到這個就是鼓勵 鼓勵生小孩 或者是把這個環境弄好 那讓大家願意去生小孩 他們這個部分沒有做好 這個惡果現在已經 大家已經開始在承受了 人口是逐漸在減少的狀態 然後年輕人不敢生嘛 所以就下一代的人就變少了嘛 那其實這個部分 那大家也就是可以覺得說 至少你人口沒有生產的這麼多 那你能夠變就是被他們教育層挖的這個人數也不會那麼多 我們大概就是我們就放棄現在這一代年輕人 沒關係我們後面我們自己好好的交情 因為台灣有一個幸運就是說 他至少不是像香港那樣 就是舊的教材還留著 所以我覺得就算有招一日同意之後 那其實這個部分教育重新再弄就沒什麼問題 就像當年蔣介石他不是推行的新文化 就是還有復興一些中華文化的這種教育 其實也交出蠻多就是我們推動台灣 當年經濟發展到高峰 那一代中間的人就是大部分就是這一代交出來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部分就不用擔心 反正就是你統一之後 你教材這個部分也不用擔心之後 之後生出來的小孩這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那這樣統一之後兩岸人口一定會 會互相會有交流嗎 你們那邊可能有一些可能做生意還是怎麼樣 台灣特有的一些生意他們會來 那我們這邊的人想去對應工作也會去 那兩岸人口有交流之後 絕對不可能像人家講那個什麼 什麼就是來了然後就把台灣的那個什麼地產 都什麼搞那個 所以我堅決支持怎麼樣 就是要一國一制你知道 當然我覺得我覺得不可能啦 一開始一定是一定還是維持我們這邊的經濟制度 那因為這個一定會有一個過渡期 但是對台灣最好的狀態下面就是一定還要在實行 就是還是要在土地改革 因為其實現在台灣這批很主力很鐵桿綠 反中反華反共的這批人 這批尤其是在地的 因為我在台南我很清楚 這些在地的人很多家裡可能以前就是農民是種田 那他們的田地哪邊來 當年蔣介石把日本就是接收日本土地之後 他有推行類似於土改的活動 他是把那個就是叫做什麼跟著有其田 跟著有其田 就是讓台灣的農民有土地可以去種田 那他們這些有土地種田的這些人 那個有了錢之後 他們現在就是想說那不想要受中國大統治 反正就是受綠營那些人去影響 就是去煽動那個獨立的意識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手邊有了錢 有了一些錢 那他們就很支持台獨 可是他們就完全沒有去想到就是他過往 當初讓他們有土地的是蔣介石 是國民黨政府 他們是完全忘卻這一塊 他們反而認為是你們就是那個 講就是國民政府是壓迫著 你知道嗎 反正就是我在想也有可能是因為 他們可能有一些教育不是很高 然後又很容易受到他們這些 那個民進黨人的煽動 又或者是他們對可能當年 國民黨的威權其實有一些 有一些這種就是不好的印象 但是他們卻忘記他們這個賴以為 甚至是讓他們可以有那個家產 有那個祖產 是因為土地改革所帶來的這個紅利 那可是他們現在就是完全都不去想這個 就是讓人覺得會有點這種刻薄寡恩 就是你知道嗎 就是忘卻歷史又刻薄寡恩 所以我覺得台灣最重要的是第一個就是歷史教育要做 這個絕對不能夠少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這種道德教育的這種培養 應該還是要再把它拉回來 因為其實台灣可能是因為海島的關係 當年就是比較像日本那樣 比較容易接受那種西洋的文化 然後有的可能覺得說西洋文化 或者是日本他們那套 就是比較新潮 就是比較先進 會認為那些中華文化那種傳統 傳統什麼老八股的東西 覺得沒什麼必要 覺得是落伍的 可是像我自己 我自己是80號 然後我自己可能當年會覺得說 覺得 好等一下 我自己會覺得說 那個 我自己成為一個父親之後 當年我覺得很落伍的東西 好 我會覺得說 這個現在反而是很重要的 因為一個道德教育 如果能夠完善的話 第一個 就是對你的家族能夠交代的過去 然後第二個就是對這個社會 會有 至少會有一個比較良善的一個風景 不過像現在 現在小朋友不跟你講什麼 什麼人意道德啊 講的不開心 又隨便就砍啊 還是怎麼樣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對社會的破壞力是很大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回復這種 就是道德教育 這個是必須要的 可能年輕的時候我會覺得說 我是覺得好像就是要走西方西方那種那種新潮 好 現在現在我反而覺得說 我怎麼會變 會越來越活的 像我過去最最討厭的那種模樣 對啊 一個一點小小的分享 所以說其實活成你討厭的樣子 並不一定是壞事 對 就是完全是完全是看 看那個 看你你你討厭的是東西到底是好的還是壞的 對的 當然年輕年年輕也就是叛逆 然後就是為為了反叛而反叛 對啊 像像我我我自己身邊幾個好幾個 那二十幾歲的 他就是就是為了反對反對 就是為為了要噁心你而噁心你 就是為了要讓你不高興而讓你不高興 我我其實自己心裡就想啊 啊等到你待活到這個年紀 或者是未來真的有要真的是精神家庭 你你很多東西你自己會看清 但是呢 我我覺得也是要看個人機遇 在現在台灣這種這種氣氛跟氛圍下面 我覺得還是還是可能沒那麼樂觀 我真的覺得 尤其像現在可能四十幾歲 或者是我這個年紀 我這個年紀當父母的可能小孩都還小 但是像比如說四十幾歲五十幾歲 他們他們剛好小孩子就是 就是現在知道大概接近二十歲 或者是還在念高中的階段 他們都深深的被這次蔡英文搞的這些 這些這種煽動所深深的影響 深深所害很多可能是藍營的父母 就很不能理解為什麼小孩子 就是他已經發現了他小孩子不是他認識的樣子 就是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其實我看到這個我自己心頭也很緊 所以我慢慢就是去去理解去梳理出這樣子 那就好像之前有位香港的姐姐也是來電的時候說 她把她的 不是香港的小姐姐 就是她的孩子本來在香港那邊讀書 後來她覺得不可以了 然後把孩子轉回到大陸的學校去上學 也是因為學校的問題 真的要回來 而且你這樣講起來我想到 我有一個臉書朋友 她自己她是上海 可是她有到香港也念書 然後後來又來台灣念書 整個變成整個你知道嗎 整個哇 就是廢青話你知道嗎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當然她是不是臥底我不知道 但是那個表現真的是太誇張 我就是覺得這個真的是這個遺憾很深 我覺得就算是各位家長 或是各位兄弟姐妹一定要有一個警覺 就是你真的要對身邊或者是對現在這個 你說蔡英文現在搞這些東西 就是去操作那個意識形態 絕對是我覺得要有一個警覺 你說她好或者是她不好 就好比說你說民進黨好 或是說民進黨不好 你要說是她哪裡好哪裡不好 那大家都會承認 那而不是說我是為了討厭你 討厭你 像台灣大部分就是 我是為了討厭中國共產黨 討厭中國共產黨 我很支持她 她你要成績拿得出來 對不對 雖然說她也有一些地方做得不好 可是因為她要面對的問題的廣度 或者是面對那個對象的種類 真的太多了 那她必須得要有因地制宜 你要有不同的做法 那有一些東西 像比如說是中央的宣傳 什麼的 那她因為又要顧及到所有不同的人 她就變成非常的幫手幫腳 有些話可能就都不能講 就會變成說你看她東西就覺得就是老八股 或者是說就是很不找邊際 或者是你覺得她有講跟沒講一樣 其實那是有她的一個背景原因 那其實多數台灣人不理解 他們就認為說就是沒有人管我就最好了 那我想要怎樣就怎樣 其實台灣現在社會就是這樣 我想要怎樣就怎樣 那所以就是也養壞了這些政客 政客就是你想要怎樣 那我就跟你講我可以給你怎樣 你票投我就好 然後投出來就發現說她是根本什麼都不會做 講講就以為自己做過了 哪一個不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現在台灣就是弄成這樣 你民粹化那個投票已經變成是目的 而不是一個過程 所以你這樣子有制度優勢嗎 沒有制度優勢啊 那沒有制度優勢你去跟人家談 整天說人家不好還是哪裡不好 那你的依據又是什麼 人家拿得出成績來啊 那我們拿不出成績來啊 我們只有手上那張票 然後她只有手上那張票 她還非常的洋洋自燈 說你看我有票你沒有喔 然後跟你炫耀 但是她卻一事無成 然後就是只想著守舊守成嘛 就是守著自己家裡的家產 那我就看你家產你花幾代把它花掉 像我們這種從當年49年 也就是他們所謂的這種逃難來的難民 他們所謂這種難民啊 我們家是屬於這種 能夠到就是能夠這樣子 再到我現在這樣參加利益 我們哪一個不是靠我們自己啊 對不對 那他們有一些就是家裡自己就留著 就想說我爸媽會幫我搞定一切 或者是我也當留下來一個什麼什麼 我們幾個叔叔伯伯 姑姑都分好了 我們家可以分到多少 然後沒有然後了 沒有對未來沒有什麼特別的計劃 或者是說他們他們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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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 可以為自己家裡或是為自己去培養什麼東西 很多都是這種啊 那所以所以你說到最到最後 你要統一他們可能擔心自己的這種現現現 就是自己手上有的這些幾個錢他們擔心會沒有 所以他們當然自然而然的反應是不願意去接受 這是理所這是情有可原啦 但是我會覺得是說這這樣子的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態度跟風氣其實不太好 就是其實就是太不積極了 這對於對於對於一個社會是沒有沒有正面的見識啊 那我我反反反正啊大概就是這樣啊 其實其實真的真的要講也可以講很多了 好的 已經有點語無倫次 不過也是特別感謝您今天分享 我能感受到一點是什麼呢 只能感受到一點 可能平時也沒有什麼太多的渠道去表達自己想說的東西 是啊 反正就是各自加油了 好吧 沒有可以聊聊 好的 特別感謝您今天的分享 謝謝 好的 吉他 師樂